畫面上可以看到 國民黨立委徐曉昕 在丈夫的陪同下 下午現身台北地檢署 提起刑事訴訟 帶你來看 爆料 傷害我的名譽 是 那針對那個周刊的部分 你是 加重誹謗 他那個 個人的部分 個人的部分 我們就是針對記者的部分 可以的 好 可以聽到 許小欣提告杜炳城誹謗 以及周刊加重誹謗 強調自己 從來沒有收過軍火商的錢 而國防部長的顧力雄 稍早在立法院也表態 還昆昊 現在還在進行 搏崗測試階段 應該不會有聲文 泄露問題 就很灰心啊 因為許小欣語氣相當無奈 因當時被影射 捲入大姑洗錢案 沒想到大姑夫妻被收押後 又有案外案 根據周刊報導 許小欣大姑老公杜炳城 在炎押亭指控 許小欣另外涉嫌潛艦聲文 收受回饋跟內線交易等 不法案件 許小欣昨天發文說 自己忍不住哭了 原來是因為知道 自己要被爆料了嗎 姿勢體大 許小欣作為立法委員 應該要好好出來 完整的說明 談話許小欣正面對決 但早上梅境立院發聲明駁斥 杜炳城所言不是事實 檢調若有任何懷疑 一定要辦 另外針對潛艦聲文案 許小欣指出僅認識的 潛艦業者就是郭喜 是因為當時揭露弊端 兩人甚至是站對立面 難不成就要被報復 許小欣並沒有否認 他拿到這筆錢 他說他認識我 那是謊言 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 你把當時提供你這些資料的人 他的身份讓大家知道 郭喜反映若屬實 懷疑有三大來源 認為許小欣根本是想模糊焦點 他被立地連署表示 日前濟進黨已告發 檢方已將許小欣列被告 若令社相關不法 檢察官將一併調查 而許小欣大姑流向解替 炸團洗錢案的令民共犯林玉倫 他日前在法庭清口證實 去年把民進黨立委賴慧元 涉嫌論文抄襲資料給許小欣老公 不過他身為公務員恐怕違反了 他是不是有違反行政中立 我想許小欣很忙 他這個不是只有管國家事 還是管到我們民進黨的那個交互事 文字回復給你好不好 這樣比較精確 隨後強調相關行為 絕無涉及公務火速至輕 就怕再落入敵營全套裡 TVB 新聞 董事年宣 台北草報道 國會風雲帶您 掌握立法院的第一手消息 要帶您來看到 就吵了很久的話題 就是總統賴清德 要不要來立法院國情報告 那麼當然賴總統是想來了 只不過這來的方式 是要用疾問疾答 還是統問統答 有或者是只問不答 或是怎麼樣的狀況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 只不過國民黨的黨團總召 傅崑琦前一天釋出了善意 強調可以他們問不答 但是這樣子的說法 卻讓藍營炸鍋了 今天傅崑琦也出面說明 一起來聽聽看怎麼說 賴總統把握時機 把握時機 國家通過的法律 我們一定照相關的這些來執行 這是非常的明確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再次的強調 總統要帶領國人推動國政 務必讓全國2300萬人都知道 國家要走向哪一個方向 多溝通 多讓人民了解 而不要像蔡總統過去700多天的聲音 人民都不知道國家要走向何方 我想這個部分 好 可以聽到傅崑琦是強調了 希望賴總統可以把握時機 那麼國民黨就是持一個寬大的態度 那麼希望他能夠趕快來 完成這歷史性的國情報告 結果這樣的寬大態度 卻被國民黨立委好像不怎麼認同 尤其是國民黨立委 許崇星有他的想法 一起來聽看 許曉星怎麼說 賴清德賴總統 只是要來立法院做他發表自己的演講 請他回總統府就好 他有非常多地方可以做演講 不需要來到立法院 所以我的態度非常的清楚 不管是協商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是同問同答 疾問疾答 還是說用什麼樣的一個模式 那至少有讓立法委員跟總統 有問答的機會 那我們才會同意說 讓他來這裡做國情報告 反之如果他只是來發表演講 他自己在自己的頻道就直播 我們都看得到 不需要來到立法院 好 可以聽到 許曉星是認為 如果來沒有問答的方式的話 那賴總統就在總統府做直播就好了 立委們也看得到 就無需到立法院一趟 而跟他一樣的立場的 還包括了國民黨的金門立委 陳月珍 一起來聽看陳月珍怎麼說 立法院已經通過要疾問疾答 所以我也是支持要疾問疾答 這樣子才可以看得出 他的大概整個想法 我們代表民意來問他不了解的東西 他可以疾問疾答 馬上解決人民的疑惑 我想百姓也很希望很多疑惑馬上被解決 那我奉勸民進黨 你們自己立法院是長不大的巨嬰 沒有辦法像賴清德一樣這樣可以 賴清德很有本事 他是我們的總統 好 可以看到陳月珍是強調了 一定是他是支持疾問疾答的方式 他認為賴清德總統過去當過了 縣市首長也當過行政院長 那麼對於應對 應該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他希望民進黨立委不要再阻擋了 趕緊讓他來立院接受立委巡答 以上是國會現場的最新消息 立院十七號首次審查國會改革法案 一早七點議場門口超越爆發推擠衝突 當天內部監視器畫面也曝光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死守住門口 同黨的吳春城首位出現 進到議場 立委陳培育則重心不穩 摔到四角朝天 而黃國昌這波防守成功 讓藍委萬美林老早就在牽到處等 眼看同伴成功佔領主席台 他下個目標就是牽到處 轉上一個Move捉冬 讓外美林只好四處張望 但此時門口角落 有兩個女人正互相攻擊 陳廷飛開告徐曉星傷害 但畫面上來看 徐曉星沒當初說的出腳踹人 兩人只有拉扯 不讓對方進入議場 而徐曉星說是正正前 先撲倒了陳廷飛 讓他壓在自己身上 所以你身上的傷哪是我造成 我跌倒的時候身旁有哪些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因為確實當天 這場面是混亂的 我們在地上有做一些拉扯 可是並沒有拳腳相向的動作 然後羅庭委員也在旁邊 他就要把我拉起來 他把我拉起來之後 陳廷飛委員就重重的推了我一把 藍綠兩個女人各說各話 只好上法院拿證據對付公堂 TVB的新聞 採訪報導 就算是握手也是酸溜溜 只是徐曉星 銀掌吳釗燮準備的東西 不止這 這個魔法部部長上臺 那我請魔法部長上臺 刻意傳掌吳師傍 把外交部講成魔法部 因為外交部的英文 又叫魔法諧音 就是魔法 只是這梗自家趙偉似乎沒catch到 而這身裝扮其實跟這貼文有關 好 所以那請問你今天都會使用 您剛剛所說的鄉下語言來備詢嗎 不會 在國會的殿堂 我會用正式的國語 來跟他聊國語 那因為我還沒有打算要多認一個爸爸 所以幸福就困一起來 不過讓徐曉星介意的 恐怕還是這 好果乾喔 送蜜劍 當蜜劍 因為最後在上週 徐曉星曝光援助烏克蘭的密件 遭外交部提告 不過徐曉星不認自己有錯 再度針對援助案 直求對決 吵詛歇 他們當時在台灣招商的時候 有讓所有的衣材廠商都知道這件事情 能夠公平競爭嗎 我並不清楚 你並不清楚 所以你們沒有讓所有的 因為我們的合作的對象是CHTI 吵到質詢時間一結束 還沒完台下民進黨立委一陣鼓噪 但徐曉星也是有盟友羅志強幫忙出氣 協任部長前的最後一場質詢 無關外交議題 倒是為了這鄉土用字 唇槍舌戰 TVBS新聞 許家瑞秋環柔 台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支持明記錄 明年世界第五位 國際假议 分架 募友 齊